那現在國民黨態度也很奇怪 國民黨一方面 對於韓國瑜再次的申請停止罷韓 國民黨現在講支持 支持他這麼做 然後對於李萊希 雖然不敢講說支持李萊希 把他停權 可是問題是六月份 你才要看再開考機會 要不要處理李萊希 所以國民黨的態度 也真的非常的奇怪 那你怎麼看 這一個禮拜這些事情加總起來 對於罷韓可能造成的影響 我先講一下 你知道在這個禮拜初的時候 蘋果有做個民調 那個時候大概是50出頭的人 一定會出來投這個罷韓票 對 可是如果你把它換算下來的話 大概那個蘋果自己 大概換算了一下 大概是61萬多 那我們知道罷韓的門檻是要58 57萬多要算58萬 對 這61萬人必須要全 百分之百全部出來投票 才會過門檻 可是我們在實務上來看的話 那不大可能 除非你要有很大的那種動力跟誘因 對 好 那現在問題就好玩了 因為 因為李萊希的這一個 講小燈炮跟林婉宇 王婉宇 王婉宇的這個事情 他變成了一股很大的推力 那會整個讓這個社會怎麼沸騰 可是李萊希是第一個嗎 不是 其實在這之前 韓粉其實早就開始沸騰了 他早就開始沸騰了 當王婉宇到高雄 因為他是時代力量 他去深淵黃節的時候 其實韓粉就已經到他的臉書上去出征了 只是因為李萊希的目標比較大 所以他會被突顯出來 還有李萊希的用字又特別殘忍 那整個就沸騰起來了 你不要講韓粉那邊 感覺上很像抓到浮沫 我終於有個出口 期許出口 那韓粉本來就已經在 不是純純運動 他早就開始在動了 只是我們一直在看說 這個規模有沒有達到 2018年或2019年的規模 這個數字是不知道的 那你再回來看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當你一邊在拆罷韓看板 然後一方面你在台北 高雄市又立了400片看板 那個本來就是對決 所以他的策略很混亂 到底是要對決還是要忍處理 李萊希的事情今天是第三天 然後他們國民黨現在要拖到6月 然後考紀會主委 江濟成就已經長成那個樣子了 考紀會主委就是葉慶人 葉律師 然後他又把他發給地方黨部去調查 葉慶人又是在提行政訴訟 希望能夠停止罷韓投票的 李萊希葉慶人罷韓又被連結在一起 我沒有看過這種危機處理的 這種處理方式就是說 如果這一開始就 因為這是態度跟信任的問題 你很快就很明確就做 就把李萊希這個事情做處理 雖然你會受傷至少你不要讓那個話題繼續 好 那這個話題就結束了嗎 沒有 沒有 如果你有去看李萊希的臉書 他們最近不只李萊希 一系列在講這件事情 因為大人哥陳建仁副總統要退職了 然後前兩天總統已經宣布他就是他會放棄禮遺條例 然後整個三藍團體或者韓粉團體就在講一件事情說 方棄禮遺這件事情根本是一場騙局 你去看你李萊希的臉書 他也是用這個這個反體 其實很多 因爲什麼 因爲他因為那個陳副總統 他回歸那個中研院 那最他的那個研究研究員 特別研究員那個 對 當然最高是到五十萬 然後基本上大概二十幾萬 那禮遺條例裡面大概是十八萬 所以他們就用抓到這一點說 因爲那邊錢比較多 但是再先講第一個事實問題 副總統退職第一個 他一年的辦公費用就四百萬 四百萬 你還有隨戶 隨戶車輛各 那些不算錢嘛 乘以四年 到最後一年應該是大概兩百五十萬 那個錢加一加 一年就是一千多 四年要一兩千 大概一千多也許到兩千萬 就是說你光是算這些東西 你想想看你如果不放棄的話 你出門有隨戶 你有個辦公室 國家出錢運轉 然後呢你還有秘書 你還有隨戶人員 這些等等 哪一個會比較好 可是我為什麼不用這個角度 去看看陳建仁 因為陳建仁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你如果回顧那個年金改革那一系列的時候 是誰一再的在幫軍工講話 一再的在對軍工這樣道歉 他沒有太多政治想法的人 但是你看到就是說 因為李萊西那件事情 現在趕快轉風向 都轉到用陳建仁 好那只有一件事情 這個社會普遍對陳建仁的感受是什麼 陳建仁這個不再跟蔡英文總統搭檔 是在去年的3月29號 為什麼是為了賴清德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就提出來 他不是臨時提出來的 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最近這種事情實在太多了 因為打陳建仁打不大洞 所以韓粉或者深藍的就是說 所有的蔡英文政變都要離開了 是怎麼樣 我們國家到底怎麼了 他就要卸任了 跟蔡英文很難消除什麼關係 你可以知道說 仇恨偏執這些情緒 加種在一起的時候 會讓人變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注意看這一段時間以來 其實我不曉得時間夠不夠 還真想講一下連戰 本來以前在兩千年以前是沒有副總統的 國民黨為了他修法 變成把副總統加進去 然後他可以領的錢比李登輝還多 對啊 後來因為阿扁當總統以後 把月薪減半影響到他的 應該講就是他也要跟著減 國民黨又修法 讓他可以做選擇 所以他後來就不要副總統李玉 去領他原來的政務官退資金 一個月四十七萬多 天啊 李萊希還說 第一個放棄李玉的可是連戰呢 對啊 因為有四十七 他是真的為了四十七萬 超好笑 我跟你講 我剛才去查一下 最後一次修法讓連戰可以選擇 那個政務官退資條例的 是2001年的四月三號 也就是說要批評要監督 這個我都沒有問題 可是不要 能不能用比較正常人的思考一下 那你注意看他們打過陳時中 然後打不動 打陳建仁也打不動 然後呢像李萊希跳出來 一樣是對人的羞辱 你再回想一下 2018年的那場選舉 那時候黨主席是吳敦義 吳敦義有一個對陳菊有講錯話的時候 韓國瑜是怎麼處理的 都已經放話不要跟吳敦義同台 那今天呢 韓國瑜沒有公開講 他只是寫臉書喔 寫臉書他沒有點名喔 為什麼 所以你再回來看 葉慶元他們的事情 我就想說遇到李萊希 就變成拖到六月 我們都知道六月六號就要 就要投罷免票 然後就變成地方黨部 就今天怎麼國民黨也好 韓國瑜的市府團隊也好 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一方面講要忍處理 一方面呢是在熱對抗 事實上是在熱對抗 那你現在又有一個李萊希在幫你吹票 而且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小丹炮那個悲劇是 那個是其實對婦女影響最大 他會吹兩種票出來 一個就是媽媽的票 第二個呢 本來這種罷免的投票率 一般都比較不容易 我為什麼一開始講蘋果 做當地人民調是61萬 門檻上58萬才差3萬票 你如果真的貫徹忍處理 真的投得出來嗎 沒有人知道 可是因為有了李萊希以後 因為你有熱對抗之後 你有四百面看板的時候 一定是對峙 第二種可能會出來的票就是什麼 返鄉投票 婦女票原本是韓國瑜 很重要的支持者 現在在家因為李萊希 你說你的婦女票你怎麼辦 返鄉投票這群怎麼辦 返鄉投票是你2018年 能夠勝選的關鍵 然後呢 你藍軍也好 或者深藍或者寒粉也好 你又歪流到陳建仁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